今天上班日有些人會感受到外頭清晨覺得很冷 但其實中午時間現在已經東北季風減弱了 所以很多地方氣溫都回升了 外頭中午真的蠻熱的 像是大臺北地區已經來到23度 中南部也有23 24度 南臺灣甚至來到了25度 只要提醒大家好好把握今天的好天氣 因為明天封面通過東北季風又要增強 北部東北部的氣溫將下滑 而且北部東半部會降雨 基隆宜蘭不排除雨會下得蠻大的 接下來透過亞洲民族提醒大家 禮拜五開始其實東北季風會再減弱 天氣會再好一天 但禮拜六晚間到禮拜天 又會有一波東北季風南下 到時候又要降溫降雨 這幾天真的東北季風一波波 請大家要注意這氣溫的變化了 接下來透過這個溫度趨勢足提醒大家 今天早上低溫是新竹關係8點4度 今天的天氣重點就是日夜溫差很大 因為現在新竹已經來到23度 這一來一往溫差來到了14 15度 所以提醒大家現在中午時間外頭太陽露臉了 所以提醒大家可以出去外頭曬曬太陽 因為接下來天氣又要有改變 明天清晨東北季風增強 北部宜蘭整天溫度大概就16到18度 禮拜四清晨不排除是最冷時間點 全台的低溫大概都只有15度上下 而關心完溫度來關心降雨的狀況了 因為今天其實相對來說是天氣比較晴朗的一天 水氣也是偏少 這禮拜三北部跟東半部都會有一些短暫震雨 禮拜四禮拜五東部變成零星降雨 而禮拜六到下禮拜一 北部東半部也是會有降雨 所以這個降雨的狀況也是每天都不太一樣 要注意相關的資訊了 最後來關心空氣品質的部分了 隨著今天東北季風減弱 環境風場偏東風 所以相對來說這個比較西半部擴散條件比較差 所以看到了其實今天目前在雲嘉南高屏 都是橘色警戒 就是對過敏族群呼吸起來會蠻不舒服的 另外在離島部分是受到了中國東南沿岸的污染物影響 污染物的濃度是比較高 現在連江是橘色警戒 金門甚至來到紅色警戒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了 最後來關心各地的氣溫 北台灣的部分基隆台北、新北14-23度 桃園、新竹14-22度 而在中台灣的部分 都可以看到陽光露臉 溫度是12-24度 繼續往南走天氣更好了 高溫都有機會來到24-25度 至於東台灣的部分要注意有零星降雨 但降雨機率也不高10% 溫度14-23度 而在離島的部分 澎湖、金門連江10度到20度 以上今天的無間氣象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盡好新聞